拿下32分的市館長楊敬明 阿米 賽後你終於可以比較輕鬆地接受我們的訪問了 談談你今天自己的表現吧 尤其在那個關鍵的第三層 你單捷得到了16分 你是怎麼辦到的 我沒有太注意了 那我覺得 中場大家進去有在做更多的溝通 然後也是按照教練的一些指示去做 這樣子 那連續兩場比賽的第三層 你們都把這個分數給拉開 那今天的第三層 事實上對方的星巴是完全沒有得到分數 你可以談一下 為什麼兩場比賽你們第三層都可以打得這麼好 我覺得主要是我們的中鋒作用比較大的 因為在內線的話可以去牽制他 然後進攻的話就是可以帶著陸拉去跑 然後我覺得這對他來說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弱勢 所以我們中鋒在這個部分做得特別好 今天在你的三十二分當中 有十二分是來自罰球線上的百分百 在你罰球的時候全場高喊MVP 那一刻你很感動嗎 我們都起雞皮疙瘩了 其實還好 那當然也是很感謝球迷 因為球員真的就是比較專注在球場上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除了你之外 Moulins也打得特別的出色 你可以談一下他在這個季後賽的進化嗎 我覺得他跟我們 大概一個多月將近兩個月時間 他就是跟我們配合越來越好 然後他也比較了解本土球員的一些習性 然後我們也比較了解他的一些打法 然後我們一直在做溝通 然後應該怎麼去做 然後可以讓彼此更好這樣子 是 好 非常恭喜楊敬敏 也恭喜新北國王 翻平了這個系列賽 好 謝謝 我們也休息會 稍後再回到新莊體育館 來進行首陣的賽號獎評